嗨,大家好,今天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有用的技巧,混波 它的意思就是拨片和手指一起来拨弦 拨片和手指配合出来的一个技巧叫混波 只用拨片拨的时候,它会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在急速拨的时候,这根弦正弹得快的时候 瞬间要弹下一根弦,手要移过去 就这一下导致了你可能没有那么快反应过来 这个时候大家仔细看,拨片在拨弦 其他的几个手指可以下去拨其他的弦 那这个时候就不会影响它的速度了 颗粒性也不会影响,你看这个拨片在拨 下面的弦用手去拨,这就互不干扰 假设我的两个手指是两根弦,拨片在拨这根弦 拨完以后,我要瞬间在快速的时候要下去拨 可能有时方向不对,就导致这个时候非常难拨到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可以用其他的手指 都可以看,这个手或这个手都行 就是用其他的手指控制下面,上面控制上面 这样就可以解决拨片在跨弦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了 为了把这个说清楚,老师给大家编了一段混播的演奏 把谱全部做出来了,我们会员区可以看到 好,现在开始演示吧 大家来仔细看,这个手拨这根弦弦 下面要拨这个,有人认为这个需要,这不是弹了吗? 为什么需要一手指拨啊?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如果说可能这个手做了其他的动作 导致这个手再去拨会有点肺脑子,所以说我们用手 这样的话就会解决很多问题 用手颗粒性是比较大,它声音明显大很多 好,咱们现在开始讲课啊 老师设计的这个普世120的速度 看起来是中速是吧,中快速 但是你仔细想想啊,它里面都是六连音八连音 那相对来说就是快很多了 大家看第一个啊,035,035 我这个它拨了第一个,拨了第一个以后 第二个是用这个食指积上去的 然后下来这个5是也用另一个啊,无名指积上去的 对,积上去 弹完这个以后,下一个啊,这个五弦的啊 接下来0品是用混波手指 它不是用这个手指啊,它不是 它是用这个手 然后接下来,两边积弦 这个积弦跟刚才一样只是在五四弦上 练习的时候一定要一颗一颗的练啊 这样呢,对 才有效果 否则你会 很混,没有声音,没有那种感觉,没有颗粒性 没有一二三四五六的那种,一个卢博一个坑的感觉啊 好 老师在演奏的时候,放了一个指音带啊 指音带在这儿,意思就是让这个声音啊,尽量的 啊,没什么噪音啊 好,我们继续看啊 下一个是零武器 下一个 武器 是吧 继续,这个薄片下来 手指 好,一起来一下啊 连贯性很重要 啊,然后再看,下来是七九 我就不细讲了啊 这弹法是一样的 下来是九十一 好,这四给我连一起啊 这是四拍 千万不要用手掌使劲用力 这个嗷这个力量啊 这是会 会给你造成内伤的 千万不要 一定要轻松,很轻 用这种轻轻的感觉 才能出效果 好,接下来弹到十一 然后回到七九 四下 意思就是到了这儿 回来 连续弹四拍 四拍弹完以后 下来这里有点变化啊 七九这里 你看这个底线的这个零啊 是要用混波的这个手指勾的 对,一二三四 然后下来再继续用波片补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啊 好,大家跟我练习一下啊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好,练熟了快一点点 再快 好,熟了以后就可以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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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 看普 两次是吧 两次以后 接下来就是一个 机弦 前面第一个是波片 后面全是手指 一二 机勾弦啊 大家去学那一刻啊 机弦就可以把它学好了啊 对,连续四个 一二三四 这一小节再来一次 好,下一小节看一下啊 它是在下面了 放到下面来了 两次 然后下来一样 一起来 这两个 大家要练成这个样子啊 手松 才能加速 手松 是速度的一个前提 你手紧 你还要提速 你就会肌肉内斗 什么叫内斗呢 讲一下关于一个心态问题 就练琴 它是有一个心理的 就是你要弹快的话 你必须放松 这谁都知道 但是如何做到呢 其实没有几个人做得到 大家都认为啊 努力练习就能做到 其实这样不行啊 你要先从心态上过关 心态过关就是 我要 克服我的内斗 什么叫内斗呢 就是 我又要 弹快 我又要 以致我弹快 就是 以致我的 那个 主体 是我 我在以致 然后冲破这个的 冲破这个以致的 也是我 那这两个都是我 这就矛盾了 这叫内斗 自我内斗 所以肌肉很紧张 只有在松弛的时候啊 你才能 把那个方向 放在一个单一的方向 只是输出 对 你打一拳过去 你只是打 你并没有怕 打在上面疼不疼啊 你就会有欲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内斗 又要打 又要收 这就不对了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对心态上 心理上的一些想法 的 学习 这也是需要学习的 咱们继续看下一条 这个啊 是总共谈了两遍啊 就第二遍的话 就这样 还是一样 二弦上 这里我写到一弦上 这个是要改正一下 大家改正一下就行了 好 然后 两遍之后 然后 开始 你看 这是一个混波 手指 79这里 上来 91 再上来 11 13 12 14 好 看一下 4个 1 2 3 4 一定要记住 好 弹到这里的时候 接下来就变了啊 这个演奏方式 跟前面这里 有点相似的啊 两个 这个是指法啊 刚讲过的 好 前面六连音 后面是八连音 好 前面是 然后后面是 这样 大家慢慢练啊 好 换下来 下来 下来 嗯 就是这样 其实挺简单的啊 然后再上来 就结束了 这个练习整体的感觉啊 就是一个没有调性的啊 音阶里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聚调啊 就是没有调性的 聚调的话 它就是灵品 就是可以共用 所以弹链是科学的啊 然后呢 混拨 练的主要是在拨弦时候和手指的共用 如果你习惯了这个啊 你就在未来的弹琴上会经常会用到一些 你就会经常会用到啊 拨弦和手指啊 其实是对跨弦啊 是非常友好的啊 非常友好的 如果你拨 虽说你能拨到 但是你的手可能会使劲的去找 你很费精力的 你如果有手指啊 就很简单 这个技巧是大大能提升你的这个技术的 大家可以加入咱们的会员啊 咱们的大部分的客户练习是有谱和伴奏的啊 除了这节课 这节课是不需要伴奏 你只需要一个120速度的一个节拍器就行了啊 主要是谱子 然后其他课几乎都是有伴奏的 如果还是有问题的同学可以上一对一老师的课程 或者购买咱们入博好的这个视频课 这样对大家啊 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学习啊 对任何人都有帮助啊 同学们的沟通啊 咨询或者是加入会员是对老师一个支持 对是我们能把这个是做下去啊 的一个动力 好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老师 好咱们下期课见 拜拜